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沐生在滨县经营那个生意和那杨种什么弄得挺好 杨种也同意跟咱合作 就是觉得这挺有发展前进的 也太有了 我觉得孩子要发展的支持 对 我想就是 这个资金上有点缺口 它不得给人交点钱吗 我给家臭臭 我现在这底儿反正是也不怕你笑 也是不太足性 你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承包金提前给我算算帅 算多少 臭多少算多少 都让你说那是承包金呢 对啊 承包金提前执了 执上去了 执哪去了 去年嘛 沐生不要是签一千多万嘛 当时咱们就着急嘛 我就帮你为了把这个沐生的钱给堵上嘛 就在山庄上提得起来 我当时 有这事吗 有啊 当时 他签了字呢 完了我 我给你请的是 但是你同意呢 我这么一点 记忆都没有呢 那你没记忆不行 你没记忆我有记忆 我打个电话 你打电话干啥呀 你调个资料 刘总 那个小李啊 那个你到财务那儿啊 你把那个董事长啊 就提前就是在咱们这支的那个山庄那个承包款 就有在一个袋里 就是整个把那个的那都拿过来 好 把那账目都拿过来 知道了 那你这么叫做是可能是有这事啊 那我这一点记忆 我签字了呢 咱们没签字 当时我打的报告嘛 打的报告你签字 然后沐生呢是在那个那个支那个款那个条上 那个单子上他签字 可我家签字吗 你那是我上你家拿的钱的 他那个借钱的是在山庄上签 来 赵总 杨总 这个就是河塘里边第一批鱼 你们尝尝味道怎么样 咋的这是中午饭呢 吃到哪呢 是中午饭 这就是啊 鱼塘里的第一批新鱼 我河西打上来 让你尝尝新� 吃 你吃 吃吧 吃 你吃 吃 你吃 吃 怎么样 还行 可以啊 可以 鱼啊 特别鲜嫩 我这个是怎么呢 是每天啊 我这大量来客户 来客户呢 大伙就想看 有的还想吃鱼 嗯 我就请了个厨子 就在这现场给他们做 有的吃完之后啊 他就订火了 嗯嗯嗯嗯 我当时我以为是中午饭呢 那你赶紧赶紧延紧吃饭 一会儿咱就吃饭吧 这样啊赵总 我过一会儿呢 就准备一个饭店 让饭店给咱们做点好的 一会儿咱们吃点好的 这个呢就是让你们俩尝一尝 行那你赶紧去安排去吧 行 安排咱去 还吃了一会儿吗 哈哈 得吃点好的 晚上多喝点啊 你们俩慢用 我走了啊 哎哎 你干啥呢你 啊 这尝一下就撂下得了 呱呱呱 造起来没完呢你什么 不是 他不让他们尝吗 你尝 为什么我尝一口就撂下得了 我也知道好吃 你这不吃不白冷呢 你不告诉你 一会儿还有饭吗 这一会儿给 给你试试拿回去就完了呗 呱呱呱 吃起来没完呢你什么 啊 那那不吃了 这些事拿回去 确实挺好吃的 咋咋拿呀 这 找到够你都我利用去 这够到够不行啊 你这大包够出来那 我没有说到够 你就整一下汤咋 没事就够找出来那里 你 你这 你这家挺会享受啊 老徐来了 来快坐坐坐 这咋还拿着这么多东西呢 你这不身体不好吗 我现在过来看看你 你 你有事啊 我真心的跟你说点事呢 老四子是吧 早就应该下来 老徐啊 我要上去的话 我当着副总和他绝不懂 真的 我首先呢 从为村里节约方面出发 第二呢 是为老百姓做时日性 这这这这条路路线出发 无论从能力 从力度 从威望 都要比他强 我跟你说的不是这事 啥事啊 我想跟你说 你说你这身体也不好 我跟广坤也商量了 要不庆典那天你就别去了 这 这怎么突然整出这个话题了呢 那你说那天 人家书记这县长都过来 我还你要真晕倒了都不好看呢 我晕不晕是我的事 跟他有关系吗 怎么就不让我去 我我没有力度啊 没有身份呗 还是 还是威望不够啊 不是 刘能你能不能 不能 不能 不可能 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 没 没有商量余地 商量啥呀 老徐呀 我没成想 你们这是商量好 来通知我来了 不是 你能不能听懂话呀 是啥我听不懂啊 没有商量余地 不是 刘能 刘能 你说你 你说你 谢谢他 我给屋里都听得超巴火的 用啥他用啊 我现在过来跟他商量商量 他身体不好 管困那庆典我琢磨就别让他去了 你这是跟我几眼来 你不要去能行吗 你说那叔叔 说心里话老徐啊 那个庆典我也不让他去 他去到那迷惑我也不放心 你整不了啊 谁能说聊那叔叔呢 嫂子 我跟你说点事啊 你说吧 他上外边说去 嗯 他上外边说去 这怎么一点记忆没有 我还指这个以前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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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 你看看 这指哪年的啊 这是 上都写了那么多 怎么还有2018的呢 这指到2018年的 那都知些了啊 他他对外边那欠款的数目挺大嘛 不是 你说我还指这点钱 行跟小燕去看见他世界白衣机 你说这 我我我出去有人啊 你走远点啊 嗯 嗯 你都看着 就能为了个情况啊 那老刘你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子 这个钱嘛 我就得跟你实话实说了 嗯 现在大哥手头呢 几乎就空了 你能不能 你说儿子要做这个项目 我能不能 嗯 我不支持还不好 我跟别人去借这笔钱 我觉得 我王大拿容易来人笑嘛 也不是借不着 咱们俩跟我这么长时间了 你也帮我瞒了点 嗯 我怎么想办法也能还上你 你借我点行不行 借点啊 嗯 看世界白衣啊 看什么世界白衣 我说这个项目是什么 没到呢 我说 那不是 你借多少啊 你怎么不多啊 你就给我弄二百万 往我自己来超点 你妈呀 不行吧 我跟你说 董事长你要是去年 你收这二百万啊 我百分之百那给你拿得起 钱呀 你承包这些年咧 不是 是啊 我攒也挺多钱的 那不去年的二期 扩建 那不全是我钱投进去的吗 我现在没钱了 另外你说现在山庄 现在经营的也不好 现在 挺好啊 刚才进了前游客 那多少呢 呼呼啦啦 那都咱自己人 都咱自己人 穿着衣服在里走呢 就造个绳势 千驴呢 对 我说我瞅咱有的面熟 你都 有的可不你都认识呗 所以说没办法 你说现在把经营 哎呀 管理这块瓦倒没问题 主要是在经营这方面 现在 就是 这不怎么能到这种程度呢 上不来人现在 就上不来人 我觉得老刘你得改变思路了 一定要针对这些底层市场 真正的老百姓进来 你让他们去消费 保利多销别狠 不是 是我想 我倒是想保利多销 咱是有成本的 这问题不可以算啊 咱不算那账了 你算那干啥呀 就说你思路必须改变了 要不然你就做不下去可坏了 我现在我真想改变 我就是因为 我准备找个合适的人 把他转包出去呢 现在 你有这种想法 不是啊 真的 你转包出去 你啥想想的 就最近呗 你有这种想法 你必须跟我说呀 山庄是我的 你就得包别人了 不是咱俩那合同签呢吧 就是在合同期内 我可以转包吗 不是 那你得跟大哥说说呀 你包啥人呢 万一给我一把活儿练着了呢 大哥那你说这样行不行呢 我这转包给你呗 就是你干呗 你看我已经 那个 我干我直接就欠你钱了 我多收你四年的钱呢 那我可以不要吗 那你不 你不要 那也是账的 我得给你 这问题现在 我干不下去了 我现在都愁死了 现在 啥办法也都想了 就是不行 就客源就不行 咱专门成立个销售部呢 那你现在 那你现在别乱联系好不好 别转包也别啥了 你现在坚持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我回去合计合计 你实在不行 我再看呗 我觉得你都合计都别合计 你直接就拿回去就得了 真的 就那四年就多交那钱 一分钱我都不想回药 我正干没趣了多少 你现在咱都知道情况 是 用这个情况 坚持 老刘 行 我得走 我得走一走 山庄在你这干起来 都不能在我这干黄是吧 那这是指定的 别跟别人说 你这情况 不不不 有压力自己挺 你借钱的事 我也不能跟别人说 就说你跟我借钱 我没借你 真说 行 好 你走 我现在咱俩现在去 一对难兄难弟 现在 哼 一会儿 人哪 你坚强 干啥呀 老徐 来 你站住 你找我啥事你说吧 你看你走着远干啥呀 还是你叫我哥那事 你看他那事 你看你这 这这徐淑姬跟刘他娘干啥呀 这 嫂子是什么 新歌集等不了 你也不是这个新歌人啊 你干啥呀 偷偷偷偷点成你 不是 哎呀 你说说吧 我回家等回住去呢 那我走了我不等你了 没他说吧 走了 他怎么还烙激动呢 那这 我跟你说这事 千万别跟别人说 是不是 徐淑姬和刘他娘有事啊 你吃药那可不行啊 你给他吃坏了 那你们这啥招 我想他不行啊 再说他 嫂子你看 你看看 啥玩意儿啊 袁淑姬电话呗 你先接电话 我能接吗 袁淑姬打电话 也就问你家我哥的事 那 这个淑姬他啥意思 啥意思 也就是问问到底去不去啊 能不能晕倒啊 到时候别出事啊 这不就这事吗 这个老徐怎么还不接电话了呢 你接电话 打好几遍了 我都没敢接 不是你接你电话 这事一会儿我得跟你说 这刘能这事没摆平 我咋跟你说呀 你不接电话 你觉得眼睛不得误会你 你跟他说啊 这是摆平的 你去说说说 嫂子你就是打一会儿了 你你 喂 袁淑姬 我刚才 我没听着 你别生气啊 我没生气 还是问你 广宽家庆典的事 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吧 没问题 能出啥问题 对了 老徐啊 那个 刘能没事了吧 刘能啊 没事 你放心吧 袁淑姬 刘能没事是吧 应该没事 没事 你放心吧 这件事情啊 一定要做得细致一点 有什么事情 及时向我汇报 你放心吧 不远出去 啥事都不带出去 好 放心吧 好嘞 接电话第一句话就问 刘能这事 老徐啊 嫂子看你呀也很为难 其实你也好心 为大伙照想 是吧 再说刘能这人哪 真是 这段时间跟我闹闹了一样 我心也得着烦闹了 你啥也别说了嫂子 你这一句都答应我了 你就当帮我干忙了 这是药 老徐你拿回去吧 不行 这一瓶药 把他吃坏的砸整 能吃一瓶吗 傻呀 两片就行 他吃过安眠药没 没有啊 吃一片就行 吃一片就行 你没告诉我他啥让他醒啊 醒不了砸整啊 就一天最多一天 那行我喝去喝去吧 啊 嗯 哎哟 哟 爹 啥事 爹最近的身体 你也知道是咋回事 是吧 你说吧 全村上下 普遍认为 你老公公赵四 不适合当这个副总 是啊 就包括老徐 现在也做他的工作 让他下来 把这个位置让给我 可是赵四呢 就说啥就不让这个副总 一点亲情也没有啊 这简直就是拿咱们没当回事 这还是实在清楚嘛 你说人家都不愿意让你当了 你说你还敢硬当啥呀 我是咋想的呀 咱家要一点态度没有 人家就更瞧不起咱们了 现在爹爹是没有啥办法 你要是能给他 让人家实施加点压力呢 我估计肯定是有效果 你能理解你爹的心情吗 行 我理解你爹 我理解你行不行 你跟我说的这些话 我会跟他们说的 你放心吧啊 嫂子 嫂子 嘎子 嘎子 送豆回来 卖咋样行吗 还行还行 什么 嫂子 嫂子 啥事啊 什么 刚才我看老徐 你手里塞什么东西 没用啊 你净扯他能给我啥 你看花眼了吧 你净净都没用的 看啥花眼 嫂子你咋不说实话呢 我 不是啥玩不说实话呀 我跟你说还实话呀 你一样没压事卖豆回去吧 以为豆瓣给搜了 我们俩碰上头了 啥事也没有 谁老得吃啊 啥事也不是你管呢 去吧忙着吧啊 我回味主意了啊 去吧去吧 嫂子 你看我跟你说事 你嫂子 你看 你等我一会儿 嫂子 嫂子 我跟你说正经事呢 好 四叔 四叔 哎呀 慢一点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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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咋还吃成醋了你 圆化血管啊 哎呀 主要用 哎呀 主要用开开压味 上午去鱼塘没有啊 上午去鱼塘了 去了 怎么样工作呀 工作 特别顺利 留钱这人呢 从长相到 对我的态度啊 老婆领我 我到那考察一下 四叔 咱们可不是考察去了 到那咱可不是装领导啊 没装领导 我只是走走去走去 说白了是给人服务 咱们是在合作 您是不是问你问题呢 问了四个问题 答上了没有啊 我对他如流的 对他如流 对他如流 把阳光好顿夸啊呀 没提你这事 问题我阳光不 我带去的吗 我杠子制造了 杠子什么大回答 四叔 咱们这个通为生态余堂啊 非常重要 把你放在这儿里 一定要认真工作 有些那个专业的技术啥的 不明白 你就多看书 多学习学习 嗯 你就用点心就行了 好不 没问题 我还有事走了 嗯 刺太大了 嫂子 你怎么这么联系 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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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子你 我跟你说事你 嫂子你 嫂子你 嫂子嫂子 嫂子你 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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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啥呀 嫂子 我没别的意思 我就这样跟你说点事 自打我老宋到这个村来 我发现 过日子 你们老两口子 这个 把家过好了 不正正事吗 这不是吧 这不就对了 那什么 最近你跟我哥俩 没吵着吧 没有啊 这就对了 扫着 家和万事兴 老两口过日子 不能老计个 没计个 有些事吧 该做的 不该做的 自己得把握住啊 老宋你 你等会儿 你说啥意思啊 什么玩意儿 我该做的做 不该做的不做呀 我 我咋的呢 不是 嫂子 刚才我看着你和老徐俩 扯扯拉拉的 你说 老苏你别说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嫂子不是糊涂人 是你心埋着的吧 你得这么邪性的 我跟老徐俩 唠唠唠嗑说说话 啥事也没有 就说点闲话 你说咋的 嫂子我是为了你们两口的 你为我啥好 我好啊你别说话了 得了 我告诉你啊 我零老娘给团团里头 走的证 行的证 谁也没说他倒伺过啊 没有说我别的 老苏你别这么说话 你嫂别人听啊 你该卖兜卖兜回去 行的我走了 没打你去去去去去 嫂子 是好心嫂子 好心真心 我这不为你们两口着想 去点 碰个这事呢 还不能不管你 你干嘛呀 你干嘛呀 小宝宝 小宝宝 你看你找门多听门 你找啥呢 你找啥呢 你也乐你啊 你睡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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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也不睡觉啊 怎么了 你看 我上她公司 你干啥去啊 你先把手头事放一放吧 你帮爹忙活忙 然后庆典回事 主要是庆典的事 爹用不上我 爹办事你还不知道啊 那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 叫的人太多了 你看看有没有谁 跟咱家走得不是太近 你通知医生 别折腾人来了 我跟爹杀了杀了啊 什么杀了杀了 刚才你们说的那我也听到了 这个庆典的人缘问题啊 基本上我已经就订好了 电话呢 我确实没少打 但是也有很多人给我打电话 而且你还主动要求 要参加咱们这个庆典 我现在正在考虑 有些人呢 他该不该参加 这个事我暂时还没定 说实话 我为这个庆典 他们倒什么叫欧心沥血吧 这一通折腾 我也够呛啊 你看看我这头 我用呛 瞅瞅 这都掉多数了 是不是啊 你说我这么做为的啥 不都是为了你们吗 如果咱家在庆典 把那风光 你们脸上也有光 对吧 对了 我还有个事要说一下 我发现咱们家最近猪蹄子 消耗量还挺大呀 那不都小萌吃了吗 如果都是小萌吃的 你这就对了 关键他不是那样 是有人帮着他吃 腾飞 你 你帮着吃没有 问你呢 你帮着吃没有 他吃能吃多少了 爹 那一个小孩爱吃就吃吧 又不是外人 再说了 咱家又不是吃不起 小萌啊 你说这句话 挺没有水平 怎么能这么说呢 这不是吃起吃不起的问题 你看这韩鲜的啥样子吃的 都胖着什么样子 这将来走路都得费劲 其实你们这不是爱的 你们这是在害的 管坤呢 管坤 管坤 你说我这些年 我啥时候干过这事啊 你说万一刘能 要是有点啥事咋整啊 我说老徐啊 你是没干过这个事 我知道你是帮我忙 但你想想啊 这不也是帮你自己忙啊 这不村里的事吗 对吗 再说了 那就一个安眠药 那吃上就是睡觉 他能出啥事 这样啊 一旦出什么事 我全兜着 这行吗 他不是谁兜着不兜着的事 你说你为了你这个庆典 行了行了 老徐咱别说了 你事都做了 说些那会什么也完了 走走 自己会喝点水 拉倒吧 不喝水了 我没啥事 我就是过来告你这个事 我走了 行 胆太小啊 没破 再想往上升 难哪 咋来睡觉去呢 你干啥去了 宋老徐去呢 咋去呢 宋老徐这么半天 咋的 回来碰碰碰谁的 宋服贵呢 追着脸的非要跟我说事 我不答应了非要跟我说 这个 哎呦我哪 以后你跟他闪了 那不是我跟他闪了 他接着我不让我走 不让你走你就不走 他那是什么瘾子 那他是 那事人咋的 说那话咋的 我现在是病人 需要人照顾 以后出去时间别这么长 我不回来了吗 就你一样 走那会儿就你 督到哪儿了 人的医生可以犯错误 但是有一种错误不能犯 啥错误啊 作风 回来了 那个 大拿 那事儿怎么样啊 哎呀 不怎么样呗 我到山庄去了 走了一圈 臭路 都没钱呢 实在不行我看这样 咱就告诉牧城 这项子就别做了 那该不行 我都答应孩子了 要不这样吧 我手头呢还能有点钱 加上你的 加在一起 凑一下也够了 就多给他吧 那咱俩还活吗 有的是办法 活人还能饿死啊 小雅你这个事 让我特别感动 真的 你对待牧生 应该说不是亲吗 你比他亲吗 我觉得他都亲 真拿他当亲了 说心里话 你对牧生都比对邱哥好 那哪儿啊 我真挺担心 我真挺担心的 今天咋真早回来的你 今天心情特别不好 怎么这俩心情不好 看了一段 不该看的故事 我跟你说老四啊 其实没事啊 看个书好 看啥书啊 真一人演的 真一人演的 咱村里来演戏的了 不是 那是啥呀 我看了亲女母的 那看亲女母的不正常吗 问题不还有一个男人吗 男人 谁呀 孙福贵 孙福贵怎么的了 行了 别说了 没啥事 爷 我就讨厌你这出啊 一整半的话说半截着 里半外半 叫你听着急 那啥事儿 都痛快说就得了呗 你说现在亲家 身体这么虚弱 亲家母亲正是经历旺盛时期 而且呢 宋福贵呢 还是个单身 就好比干财 遇见烈火 啥意思啊 我怕她俩燃烧呗 燃烧什么呢 你拿亲女母当什么人了 你别想小整的事儿啊 刚才到老刘呢 山庄 出现点问题 什么问题啊 老刘呢 我看出来他那意思 他 他想把山庄还回来 他说干不下去了 咱们能不能看看 我在出马 把山庄接回来 咱俩在那儿 好好经营他一下 看看能不能有劲 大拿 你想想 老刘是个聪明人 他那么聪明 他山庄上都经营不好 换成咱们 未必吧 那意思是你 他比我聪明的 我没那个意思 咱们得好好想一想 这个事儿还得谨慎一下 咱们呢 应该 我聪明人 可山庄叫了一个人 了解山庄上的 实实在在 能把人的话告诉他们 究竟柳刀脑子怎么经营的 存在什么问题 了解山庄情况的话 我认为啊 就是宋孝峰 我最好别让他上人家来 我提个人行不行 那你说 你说谁 我觉得那办公室那小李 对财务各个方面都熟悉 能不能叫他 喂 杨总 小李啊 忙着呢吗 你看 这几天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来趟我家 董事长呢 找你有点事 好 好 我现在也就过去 那行行行 那我们等你啊 那我走不着 好 杨总 我考虑了再三 我觉得有件事 我想跟你交代一下 交代 什么事 刚才杨总给我打电话了 哪个杨总 就是董事长夫人 董事长夫人 他找你干什么 他说 董事长让我过去一趟 想了解一些情况 把董事长找你啊 你客气吧 行 杨总 你放心吧 我肯定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 你说什么呢 董事长找你 肯定就是想了解一下山庄有关情况 你这 你就去 董事长问啥呢 你就说啥 别考虑那么多 剩下的事你就自己把握 明白 那我走了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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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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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早餐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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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说我有事不在 他知道你在 你就说我不在 你怎么还进来了呢 当然好 进来你有事啊 我先上回跟你说那事 你跟沐生你俩商量没 你说你工作的事啊 我站在这儿跟沐生我碰吗 那行 我这挺不住了 这沙轮车蹬不动的 那赶紧给我调地工作呀 行 完了我跟他说 你俩没完事先出去吧 行 抓紧 董事长 董事长家太漂亮了 你第一次来是哦 是 你行吗 哎呦 我要你坐去 你干啥去啊 你没事都让我站得挺好 要不我有点紧张 我还站着 你别紧张 紧张啥呀 坐坐坐坐坐坐 你那就是不能说假话 要说真话 我们了解啥你就告诉我们啥 这点能做到吗 那你放心吧董事长 那你具体想了解什么呀 想了解山庄现在目前的经营状态 这方面刘总最了解 早知道我带他一起来好了 我要能问他我还问你干嘛呀 你呢把山庄所有的事汇报一下 据我了解吧 咱刘总在思想教育这方面抓得一直都特别的紧 在平时工作之余呢也能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学习一下党的基本政策 然后平时带我们一起唱唱歌 然后组织组织活动什么的 然后各方面 杨总我说的不好吗 不是说的倒挺好 但是我们吧主要想了解一下收入情况 山庄现在到底是挣钱呢还是赔钱呢 这个属于商业机密了吧 什么什么机密 商业机密啊 这是我们家的山庄 你跟我们还有还有啥机密吗 怎么说的董事长 我觉得吧 你看你既然把山庄都承包给我们刘总了 咱刘总一年也不少给你钱 我觉得这方面你没啥必要了解董事长 你说的也挺有道理还把我噎回去了 那究竟是挣钱呢还是赔钱呢 我认为咱山庄发展形势一片大好 是一片大好啊是好大一片呢 一片大好 那这样吧 我们知道了就这点事没事 行那董事长你要是有时间的话 你去在山庄看一看 沈家沈家我们的工作看一看 都包留了 你说的对我还审查啥呀 那行了 就就就这点事 那行那没别事 那我就走了董事长 那谢谢你啊小明 没事严哥 早点 严哥 我送送你 你咱俩 你咋来了呢 这下把你哭的熬的熬的就这么说话 你现在可以说话了 咋的了 说嗓子哭哑了发言了说不出话来了 来 不如金嗓活本了 你来一看 这缺德的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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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不是你说 你干啥 你来了 你就 就打我 你说你 打你 我哭那样 你怎么不心疼我呢 那你说你 你 我问你 我说你也为啥哭啊 你 你把我哭的心都乱了 你就不说话 你就在那哭 那怨我呀 我问半天你也不说啊 就在那好 那你怎么不电影我 回去看看我呢 山庄多忙啊 这事多多啊 这一天哪 就回去看你 去 哎呀我天 你吧 你小白了 啊 你听我跟你说 我跟那个小李 李副总罗长 他真是 那就是唐勇做的 不是你所想象的样 我知道了 说你这 你跟你那弟弟 这俩人是啥可真行 哎呀我天哪 这天天吧 就是 变着方案了 就得 我谈点工作 或者怎么样 就得有事 是不是 你别说了 你小方都给我打电话 都说了 他跟你承认错误了 你也不原谅他 他我不可能原谅 那你也不原谅我呀 我说不原谅你了 我看你那脸啥样 啊 接六号 别别别 接啥接啊 那么宽呢 一条子 不知道有一个 熊瞎啊脑子呢 行 我也不是故意的 你说你天天 你在这你也不回家 我倒想回家 你说战争都这样了 现在我跟你说啊 现在 效益效益不好 资金链完还断了 不是现在有这么严重吗 可不是呗 你说我能跟你说吗 说不怕你 跟着惦记吗 行吧老刘 都我可以错行吗 从今以后 你在工作上的事 我啥我也不敢于 你说啥事啥行吗 早今该这样 你那啥 你那 玩 玩在哪边住啊 在村里 你看看 你问你 是在村里 行 看村里住去吧 长期就住下去吧 这网上黏我那的 怎么是我黏你 人家大老远给你送吃的 你就是你 是吗 啊 别忘了吃啊 今天就是 特意多给你淋淋的 嗯 反正也没花钱 就是要到七一年 什么 都过七一了 你 你也堵死我啊 还没给我七年 今天最后一天 这不还敢趟吗 哎呦我天呐 你跟大脚 我真会惊大悉算的 就今天最后一天 给我拿来的 是不是啊 这你抓眼吃呗 行了咱俩就 那事就过去了 行不行 那我走了 回去 我走了 你走吧 那你不表示一下啊 这不是 首饰的吗 首饰不就是 代表表示吗 你里面抱一下 干啥呢 用啥抱啊 这这山庄这人的 人来人瓦的 坐在这儿过去 你家人看你 干啥呢咱俩 那咋的咱俩 咱俩有正合法 也是啊 合法的呢 天哪 行 不是你爸 我给你瞅个外边干啥呀 我不怕别人看见嘛 那我走了啊 走 别生气了啊 嗯嗯 好 别玩要吃啊 嗯行 最后一天 马上过期一了 这多红是吧 真是最后一天了 哎呀 哎呀 跟你娶这么个媳妇 哎呀 幸福是什么呢 幸福就是吃 快活气的产品 嗯 嗯